國務卿克里表示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和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 在同他在耶路撒冷 以及系伯利行舉行的會議上重申 他們致力於和平進程 他表示 如果不實現和平 另外的結局 就只會是這個區域的人民 遭受到暴力以及混亂之苦 分析人士注意到 和平進程已經談論了二十多年 但沒有取得重大的進展 杜克大學的公共政策 和政治學教授布魯斯 詹特森對自由之聲電視台表示 和平進程陷入僵局傷害了雙方 詹特森說 很多年輕的巴勒斯坦人 可能不會參加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 但他們對政治進程失去了信心 他稱讚克里要達成和平協議的決心 但他表示 克里應該是採取更加堅定的立場 詹特森還認為 克里是需要採取相當強硬的立場 他在中東滑船 是因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和平 符合了美國的利益 但他亦需要相信 以色列方面 內塔尼亞湖總理真的希望和平 並且仍然在就細節進行磋商 哈馬斯主席亦是一樣 克里是需要發出一個有幫助作用的訊息 但坦白地說 他發出的訊息亦都必須是相當強硬 克里稱 以色列繼續修建定居點是不合法 他說 修建定居點應該是限於最低的限度 以色列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 繼續修建定居點 令巴勒斯坦人越來越奧魯 他們已經是威脅要退出和平談判 而在星期四 在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記者採訪時 克里是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發出了強而有力的訊息 他警告說如果無法實現和平有可能發生第三次巴勒斯坦日暴動